我们看仁王经上讲的这个总结 第一个是空地 空即虚幻之意 所以这个空不当做无讲 什么都没有这空 这叫我去空 佛经上讲空 不是这个意思 空是有 虽有它不实在 它没有自信 没有自体 所以它是一个幻想 像做梦一样 做梦的时候 你不能说没有 你也不能说它有 梦中境界 确确实实 没有一样 你可以得到的 用这个比喻 观察我们世界 世界跟初世界一切法 世界通常指六道 初世间 指四圣法界 这是一般所说的 但在大乘佛法里面 不是这个意思 大乘佛法这个世界 包括十法界 也就是六道跟四圣法界 都是世界 超越是法界了 这次叫初世界 所以初世界是一阵法界 是如来的时报 庄严图 世间法 除世间法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不出色空于心 不出色于空 这个看法 横向天台下 真谛的看法 是如来 信仰静静 不是反复 凡夫没有看到 四世真相 为地神一切众生 即世界登法 一切众生 是有情世界 世界登法 是物质的世界 在佛法讲 七世界 一切众生是情 世界登法 是无情 情与无情 性向半空 像是假的 性虽然是能性能病 能现能生 能现能生 它了不可得 因为它不是现象 因为它不是现象 不是物质现象 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它存在 无处不在 无事不在 它是一切 有情 无情的本体 所以不可以说 它是五 我们六根都圆不到 把它说作空 它不是物质 我们眼耳鼻舌身 圆不到 也就是感触不到 它不是精神现象 所以我们第六意识 也圆不到 我们思想对它 也没办法 所以用一个空字来代表 性向半空 虚假不实 这个虚假不实 是特别对象说的 象是所生的 是所现的 前面说 性向本空 都是了不可得 六根圆不到 世民空的 那么厝离